今天是Twitter的動物時間 一般的運動日常從2019年拍攝到現在也一段時間 平台的內容主要以戶外運動為主 主要想要鼓勵大家從事更多元的運動以外 也用更生活化的方式去看待運動這件事情 有時候會拍攝比較高強度的主題 也是倫倫想要用青森血肉來鼓勵大家一起挑戰自我 非常感謝這些日子以來大家的關注 不只是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糧食 也感謝已經加入頻道會員的推推們 你們的存在更是我們實際上的糧食 透過你們的加入讓我們平時的訓練和外景的拍攝 都可以加一根雞腿當作補給當作獎勵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歡迎加入推推的行列 支持我們繼續分享熱血的運動生活 會員加入的方式可以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找到相關的連結 那我們就繼續YouTube頻道見 大家好,我是遠君,你懂了嗎? 今天我們要爬 屏風山 不是半屏山喔? 怎麼了嗎? 你這個打扮感覺很像是要爬半屏山 屏風山以前也會有人打工 但它難度是非常高的一座山 然後我還穿這麼喜歡 是因為呢我們今天是要走兩天 屏風山自從改了登山口以後 它的難度是會降低年底耶 因為我們要去住山屋 這個山屋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好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新的山屋 然後我那時候看照片 都覺得非常的漂亮 今天的第一天行程呢 我們會從登山口 新登山口就是台八線111.2公里處 新登山口然後下切到西 然後會再爬往上一點點 然後會到避難山屋 今天第一天行程就會結束 第二天的行程就會稍微比較硬 因為它的前段其實就開始非常非常的陡 我跟你說 4公里爬升1200 它不是在爬牆嗎 我希望資訊是有錯的你知道嗎 我希望它是有誤差的 可是我們希望 我們還是得自己親自走 好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 差點很多 好 我是一個鮮花 我剛才已經被咬人貓一咬了 呵呵呵 我認識牠 我認識牠 很好喔 記得要走開牠 到西邊了 需要過西的山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 就是牠的前後邊 會不會有那個 因為一暴漲的話 就是不要硬過 對 那我們就帶牠往來 好 好 我 我們今天的直城呢 有點特別 呵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們前陣子有在 應徵小助理呀 我們今天就是對小助理出門 是啊,而且還是百月初燈重裝 就直接屏風扇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可是好像企劃是他企劃的 指令是你下的 因為我們都把簡單的稍微爬 就是爬完了 所以後面越晚來工作的人 就是越辛苦 現在我們人在鐵線橋 大概2.5K 然後經過時間是1小時23分 還有一小點距離 1公里內了 我記得是1公里 0.98 上面寫的0.98 爬升多少不知道 爬升200吧 因為它是一個小山橋 我們要好好地真實一下今天的睡眠 今天的吃、今天的玩 今天美好的樣子 這裡是鐵線橋的營地 如果你沒有申請商務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 蛤 這裡蠻平坦 很大 其實在這裡還蠻方便 就是水源也很近 所以你也不需要帶太多水 總覺得怪怪的 你要是走那邊 可是它走下來了 對啊 像我們現在 但是它看起來不像路啊 嗯 然後遠看是不是沒有路 因為這邊只有兩個布條啊 然後之後就沒了 奇怪 我們三個其實沈在幾大迷路耶 哈哈哈哈 你看這群人都在關注 對啊 對啊 他們在看說 30秒30秒 讀一下 還蠻跳的 對啊 我們早車的時候 三個人一起去 哈哈哈哈 我們是不是要 我們是不是要 手牽手一起去 不要這樣子 不太習慣 這裡啦 這裡啦 差你看這一條 它藏得那麼隱密 我剛剛說 就是有時候拍片 就會分心耶 真的啊 然後分心分心這樣 然後這邊的布條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剛剛很好笑耶 嗯 我們三個人到底路在哪裡 大家在那邊一直看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lowing Never turn back again 哇讚啊 這是我看過 目前最高級的商務 對 它也叫做避難商務 真的是把它小瞧了 我跟你講 它上面是上下鋪 哎呀 很美的 避難啊 好喔 我可以來這裡避難 欸 是家裡 沒有沒有沒有 家裡很好的 家裡不 不舒適 不會不會不會 不要再刨坑了 好嗎 有些坑不能亂刨 那我來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好 4點 人家是放飯時間 我們今天是開燈 開燈喔 4點 對 山上的人員相當有限 一定要珍惜 那我上下層 來為大家 大家看一下 喔 這個衣櫃 這也太高 這個衣櫃 這太高級了吧 它這是一格可以睡兩個人 喔 哇 也住得真的很不錯耶 這邊真的很不錯耶 這邊真的很不錯耶 底下還有那個用餐區耶 嗯 對用餐區 它下面有地下室 嗯 下部啊 別想地下室 我們去看一下 好像是停車的 你的車是哪台 車庫 好累耶 我們家是公務房 跟他還有幾個 睡覺的房間 我們就一直在這吧 蛤 什麼意思 就不要去爬山 喔 很香耶 我好希望你們可以聞到喔 不一樣 現在我們是凌晨的3點4時 很早的很早 很早的很早 其實我們本來原地的計畫 是4點半起燈 只是 我帶新夥伴我會保守一點 然後再加上管制時間 因為現在脆風那邊在管制 對 那我覺得我們就早點出門 反正我也沒有 我山屋每次也都睡不好 即便這山屋很高級 我老實講 這山屋真的非常的高級 真的 就是 整個的規劃啊 然後味道也都很香 然後 包含它的廁所也都是生態廁所 所謂生態廁所 就是你去上的時候 它旁邊會有那種 木屑 喔 可以給你遮 掩蓋你的 排泄物 對 然後記得大家 垃圾還是要帶走 等一下準備出發 但我 剛剛隨便大家看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 會有一點點難找 尤其像這種正夜嶺 對 對 然後就是 我們慢慢走 保守一點 尤其像這種熱門路線 一定有路徑 那如果你說像正夜嶺那種部分比較寬闊 那你就一定要先找 先找到布條 或找到碟石 或找到反觀 反觀條 你再走那個方向 然後如果你覺得走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你就一定要停下來去看 看一下GPS有沒有踩掉 不然有時候你一迷路了 你就會 走很偏了 早安 困吧 現在就是 對我們剛剛在夢遊 是喔 一路走上來 夢遊了快一個半小時 夢遊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呢 我們已經是五點十一分 然後後面有幾段會蠻陡的 它就是陡一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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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真的要看到景 可能要到山頂上才看得到 加油 走吧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剛剛爬上來的 是不是 是長這樣子 這可能很難看 我們要 你動著 你不要動 好 我剛剛看等高仙 那邊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平的地方 喔 然後可以去到那個 有展望的地方 對對對 各位觀眾 感激唯一的展望 哇 你又在樹林 耶 原來是這裡啊 其實平風山它就是因為它都走在山壁上 只是你會覺得你在樹林 其實我們整條路唯一的展望 真的只有平風山再往後走一點 對 那邊有一個展望 展望點 對 那整條路幾乎都在樹林 你會以為沒風 那我跟你講風超大的 對風超大的 風超大的 因為我在想可能它在山壁上 所以那個樹其實是比較沒有那麼密的 然後風這樣子尻 對 所以是會容易吹到風的 吹到風就是大家不要掉以清晰 就是一定要把頭蓋好 好的 我們現在回來到平風山的新登山口 好累喔 一樣的開場收尾的地方 你的眼睛現在比較小 會要閉起來的 真的蠻累的 今天呢 我們走平風山的行程 我們是走兩天一夜 其實算是舒服 但是也是會累 累來自於你 背重裝然後要爬最後一段 這一段真的非常的陡 真的 我下去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今天上來非常有感 很有感 非常有感 所以排兩天一夜我是覺得是 蠻舒服的行程啦 那如果說大家 在冬天要排的話 那記得就是 避免要避免磨黑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一段 磨黑上來其實是蠻危險 有些地方我剛剛其實 走到很ㄎㄧㄤ的時候齁 我抬頭起來 我會突然不知道我在哪裡 就是我有空間民視 因為它的布條突然你看不到了 那所以在晚上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是更看不到的 可是其實說實在 晚上看不到 大家有看不到的好處啦 哈哈哈哈 讓大家登山平安安全 這才是最重要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座山呢 就是最主要是練腳 住山屋的部分 我覺得都蠻舒服的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非常舒服的行程 可以其實走到山屋那邊就好了 哦 也是一個非常舒服的行程 記得要注意的一點呢 就是屏風山會有過溪 對 會有兩次的過溪 前後有颱風 真的千千萬萬不要來 對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過溪 它就算不會到半腰身 但你也會看不到 沒錯 沒錯 那也是有點可怕 那我們的屏風山是非常的圓滿啦 嗯嗯嗯 希望我們家的玉欣加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跟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玉欣快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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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